現在教的這個提型,現在比較少烤 原因是因為他覺得他比較麻煩 叫做混合 A跟B混在一起,問濃度多少 這個東西有點小囉嗦 因為老師說要找到不變,找到相等 可是糖水加糖水,就糖也變,水也變 糖水也會變,每個都變了 沒有人不變啊,沒有關係 功性不會變,反正就是分母要放的叫做糖水 分子要放的是糖 這邊有10公克的水,糖水 那邊有20克糖水,加起來多少? 30嘛,質量加起來 這裡原來有2克糖,那裡原來有1克糖 倒在一起呢?3克糖嘛,也把它加起來 所以很簡單,就把糖水加起來,糖也加起來 這種題目通常糖水都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糖 濃度就是這樣做,糖跟糖水的比例 然後呢,我們把它加起來就好 糖水也加起來,糖也加起來 可是大陸的題目裡面,糖水都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是糖,有問題的是糖 因為這裡3%的鹹水120克,它只告訴你鹽水120克 沒有告訴你鹽有多少,你要算 跟你講過了,可以把它當公式背起來 溶質質量就是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所以就認真努力做 上面就是一個一個的糖 每一個的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每一個的鹽巴有多少,然後把它加起來 下面就是每一個的鹽水有多少,把它加起來 是這樣子而已 完全沒有比較困難 只是比較囉嗦,你要算得比較多一點 所以答案就是C,百分之五點二 所以做法就是,把糖水加起來 把糖加起來 然後糖水分之糖,就是混合後的濃度 重點,你怎麼算糖有多少 前面交過的重要題型 溶質質量就是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就這樣,OK嗎?OK 換各位 挖水了 挖水了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他說再加入一百二十克的水 所以你的做法有兩種 第一種 把它當作稀釋 前面的混合完之後,再當作稀釋 第二種 不要 不要 你就把這一百二十克的水 當作是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你就把這一百二十克的水 當作是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還是當作混合 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只是這個 這個最後這個沒有糖 這個糖水沒有糖而已 這樣也可以做出來,OK? 你要分開兩步做 先做完混合 再來搞個稀釋 也OK 一步做完 就當作是混合 就當作是混合 只是最後混的一個叫做沒有糖的糖水 也可以 停車戰界問 答案是多多咧? 我們 要找 一位 可愛小朋友 No.26 26 大哥 26大哥 起立 不要害羞 那項喜歡大自然 快點 你有答案嗎? 沒有 你答案要選A喔? 不後悔 不知道 那我們就選A吧 答案是 A 來 我們就說把它當作是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就當作混合來做 下面就是糖水加起來 上面就是糖加起來 糖加起來就是 糖就是 溶液質量 乘百分濃度 好 濃度是這個比例 然後呢 全部把它加起來 然後溶液就是 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用這個想法 就劣勢 就劣成這樣 最後沒有加 因為那個 120克的水是沒有糖的 所以把它 算完 做好 答案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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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叫做混合 混合的提醒 就是 糖水加起來 糖加起來 帶回公司裡算就可以了 OK嗎? OK 好嗎? OK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